Saba新95的儀錶板中間 它是一個同心環的設計 它旁邊是指針的時速表 那就跟一般的一樣 中間的話是一個液晶螢幕 它所顯示的方式是模擬飛機的高度儀的水平上下移動的那種方式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像譬如說現在我們如果減速的話 它就會慢慢時速 從60、50慢慢下掉 然後如果說我們現在加速 它就會慢慢拉上去 它就跟它的指針是同步的 那這個設計呢 是非常炫的 新的95 它是用感應式的晶片鑰匙 那這支晶片鑰匙呢 大概形狀是這個樣子 那按下它一個按鈕呢 它可以拔出中間有一支金屬鑰匙 那現在它的啟動開關呢 是在排檔座的後面 那你只要踩下煞車按下去 它馬上就會啟動了 那啟動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除了儀表板有畫面 它的中間螢幕也有Saba的場揮出現 那現在是 衛星導航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主要是要來講一下 它的那個中央螢幕圓形的部分 它主要是有很多選項 它是靠左邊那根雨刷撥管上面有一個Menu的按鈕 那個Menu的按鈕按下去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車輛信息菜單 然後呢 我們在轉動上面的轉輪 對那個轉輪你現在往前轉 就有很多選項 我們示範 胎壓 機油 然後電池 然後再超速警報報警 然後呢 再來 選擇公字音字美字什麼單位之類的 那左邊呢 按鈕左邊頂端有一個set的地方 就是你要選到什麼選項 你就可以按下去 然後去操作你這些要的選項 然後呢 做一個切換 方向燈的撥桿上面的Menu 如果你不按 你直接轉那個轉輪 你直接轉上或轉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中央的液晶螢幕 它會有很多選項出現 它會有行駛里程速度 然後還有油耗 然後還有續航里程 然後那個小季里程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水平的這種速度顯示 那個選項比按下Menu的選項還要多 那兩種的項目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到 它有一個Saba傳統 一直都會有的那個Night Panel的夜間儀表按鈕 一樣在右邊的部分 那這個按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按一下 按一下我們可以發現 所有的系統燈光都滅掉了 那我們再打開一下 所有的又有 那它這個東西就是 夜間的時候呢 會把不必要的開關光源都關掉 以免擾亂那個駕駛的那個眼睛接收光源的一些訊息 那比較能夠把焦點集中在那個前端的路框上面 像我們現在行走在隧道裡面啊 我們再模擬一下 就是假設是現在是天黑了 天黑了那我們可以發現喔 那個就是假如說啊 你在車內有很多光源啊 真的會影響你的注意力 那我們現在來把夜間模式把它打開 欸 欸 欸 你看看到 就只剩時速表 然後呢 還有一些 那個 音響面板的燈 比較淡的 比較不影響 現在又關掉 那當然那個玻璃上貼的這個導航不算 欸 我們再把它打開看一下 有差多少 喔 差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底下有一個 那個循跡系統 它在排檔座左邊 那你按下去的話呢 TCS就關閉 你再把它按一次呢 那TCS呢 就是 啟動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排檔座的左邊下方 有一個 有一個 按鈕寫一個P 這就是電子手煞車 我們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P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手煞車已經做動 那這個按鈕 拉起來以後呢 你如果說排檔以後 你輕吹一下油門起步 它會自動釋放 那這個東西就是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進入了檔 然後呢 我們現在 稍微一起步 欸對 它就自動退掉了 95的中央扶手前面 它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設計了一個可以放鑰匙的地方 就是在前面這個位置 鑰匙放下去剛剛好 然後後面是自備架 自備架 它可以放長的寶特瓶 然後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設計 是壓下來之後 可以放一些比較短的 比如像是咖啡杯那一類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 煙氣或者是12V的那個插電座 OK 您可以放一塊 SPEAKER 我会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